临初九进来时,萧天耀正坐在书桌前看书。 萧天耀的坐姿十分标准,神情也十分认真,除了翻书外,再没有多余的动作。 可就是这么一个人,却像是发光体一样,即使就这么干坐着,也能吸引所有人的视线。 临初九一走进来,视线就落在萧天耀身上,眼中除了他之外,再也看不到其他。 蒸蒸地盯着萧天耀看了半晌,临初九才反应过来,低头垂眸行李道, 王爷,室内有淡淡的份菜香,临初九初时没有发现,直到这一刻才闻到了味道。 眼眸一瞥,看到左侧小铜炉上正摆着几道饭菜。 咽了咽口水,临初九发现自己更饿了。 临初九还未进来,萧天耀就知道他来了,之所以没有放下书, 试想看临初九进来后会用什么表情面对他。 结果,临初九居然又看他看到吃。 心情没来由地变好,萧天耀放下手中的书,抬眸看了临初九一眼。 见临初九悄悄咽口水,眼中笑意更盛。 萧天耀轻壳一声,见临初九抬头这才道, 去,把炉子上的饭菜端过来。 理所当然的态度与不容拒绝的语气 就好像在吩咐下人 林初九没有立刻动 而是抬头看了萧天耀一眼 这是把他当丫鬟使欢 萧王爷的喜欢还真是与众不同啊 林初九自嘲一笑 垂毛连眼 眼去眼中的嘲讽 转身将炉子上的饭菜端到书桌前 看到萧天耀将书桌上的笔墨移开 林初九一睁 心中也有一种萧天耀不是把他当下人 而是没有把他当外人的想法 萧王还真是傲娇啊 可看到桌上只有一份饭菜 林初九便将乱七八糟的想法压下 将饭菜摆在桌上 正准备起身就听到萧天耀道 坐下陪本王用膳 花艳 只有一份饭菜 林初九心有不满 语气难免坏了几分 在一个饿了一天的人面前吃毒时 这真是人干的事儿吗 不会去拿一副碗筷吗 萧天耀眼眸一抬 定定的看着林初九 认真专注的 就好像全世界只有林初九一个人 林初九承认 自己的心不张气的漏跳了一倍 为了演示尴尬 林初九急忙转身走到内室 取了一副干净的碗筷 放在内室的那副碗筷 是林初九平时喝汤用的 不用的时候 都会洗干净放在屋内 取用十分方便 林初九拿着碗出来时 萧天耀已经在吃饭了 见林初九走出来 指了指对面的位置 坐 林初九捧着碗坐下 就见萧天耀伸手 将他手中的碗揭了过去 然后把自己碗里的饭 挑了一大半到林初九碗里 冷静地倒 宝王吃不下 语气霸道 姿态冷傲 完全是上位者 给属下人打赏的口吻 这也就是林初九和萧天耀 相处久了 要是搁在他们刚成亲那会儿 林初九绝对会把饭菜 倒萧天耀脸上 吃不下就丢给我 你当我是什么了 猪还是垃圾桶 可现在 林初九知道 萧天耀没有恶意 只是要和他一起吃饭 只是方法幼稚 无厘头了一点 不过 看到萧天耀别扭的样子 林初九还是很高兴的 萧王不高兴 他就高兴了 萧王不自在 他就自在 萧王别扭 他就舒心了 林初九也不嫌弃 这是萧天耀吃过的饭菜 端起碗就吃了起来 桌上的饭菜虽是一人份 可分量却不少 林初九也不客气 挑自己爱吃的菜吃 完全不看萧天耀 也不管萧天耀 萧王可是有洁癖的人 而且 他一向只吃自己面前的菜 林初九不需要为他布菜 自然不需要管他有没有吃了 饭桌上静悄悄的 萧天耀在饭桌上 一向是不说话的 自然也不会去挑话题 而林初九 虽不讲究食不言寝不语 可他现在不想理萧天耀 也不愿意和萧天耀说废话 自是不会主动开口 萧天耀虽然觉得安静了一些 可看到林初九 快速却不失优雅的进食速度 萧天耀又满足了 林初九饿了 有什么话先吃饱再说 虽说只是从萧天耀碗里分了一半饭 可那份量和林初九平时吃得差不多 一碗饭吃下去 林初九总算恢复了元气 看着精神多了 萧天耀十分满意 不紧不慢地将碗里的饭菜吃了 然后搁下碗 吃饱了吗 可以了 林初九一天没有吃东西 这一碗饭自然不够 可他也知道 饿狠了不能多吃 不然胃受不了 嗯 收拾好 萧天耀理所当然地下令 完全不把林初九当外人 是的 不是把林初九当下人 而是不把林初九当外人 要知道 萧王爷这人又洁癖不说 还讨厌女子 在林初九嫁进萧王府前 萧王府基本上没有侍女 萧王的身边就更不用说 他的院子那是严见女子靠近的禁地 就是侍女也不能出现在他的院子 他的身边 林初九是第一个能靠近萧天耀的女人 萧天耀愿意让林初九这个女子 做这些琐事 就是不把她当外人 稍稍摸到萧王一点命脉的林初九 虽然心里挺不舒服的 可到底没有当着萧天耀的面发脾气 好脾气地将碗筷收拾好端了出去 萧天耀一向为我独尊 他没有能力让他改变 只能 忍 营帐外并有侍卫在等着 林初九把碗筷递给对方后 转身往营帐内走 林初九没有直接去找萧天耀 而是先洗净手 这才走到萧天耀面前 王爷 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林初九走到书桌前 却没有坐下 而是站在那里询问 他没打算做 也没打算和萧天耀多聊 萧天耀眉头一皱 很想问林初九 他找他就一定要有事吗 可想到林初九还在生气 又生生把这句质问的话压了下来 冷硬地问道 薛元智的情况如何了 林初九要谈正事 那他就提正事吧 左右他有的事是要和林初九说 当然 前提是林初九愿意听 薛元智的病情并没有什么需要隐瞒的 萧天耀问起 林初九自是不会隐瞒 大黄子后脑的伤 我已经处理好了 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之前因食物引起的中毒也解了 可不知因为什么原因 又发了潜藏在他体内的毒 我对毒不是很了解 只能勉强压制 暂时没有寻到解决的办法 林初九解明鹅药的说明情况后 就看着萧天耀 等萧天耀说话 萧天耀没有立刻接话 手指在桌上轻敲了两下才到 尽力就好 中央帝国会有人过来接他 林初九还算了解萧天耀 自然知道他轻敲桌面的动作 就是思考 而这就是他思考的结果 只是 中央帝国的人什么时候来 大黄子体内有两种毒 一寒一热 原本是相互制约的 现在平衡被打破 两种毒交替发作 我不敢保证我用的药 能一直压制他体内的毒 压制不下去 轩原制就很有可能会死 费了这么多精力 还让人死在东文军中 那可真是太亏了 尽力就好 死了便死 在得罪轩原制时 萧天耀就做了最坏的打算 我会尽力 林初九没有多说 只是点点头 抬头看了萧天耀一眼 见他面无表情 林初九不知他在想什么 也不想傻站在这里 等了一会儿 没等到萧天耀开口 林初九便道 王爷 没什么事 我先去忙了 嗯 萧天耀对林初九急欲离开 十分不满 可他也知 现在不是发火的时候 只能朗着脸映下 林初九没有说话 扶了扶身 便转身往外走 可刚走两步 就听到萧天耀喊他的名字 林初九 没错 就是联名戴姓的喊 一点情绪也没有 喝喊酥茶 留白 没有什么两样 而林初九早就习惯了 萧王爷 一向如此 王爷 还有事 林初九脚步一顿 转身问道 萧天耀看着林初九 没有血色的小脸 眼眸微收 抬了抬手道 没事 你去忙吧 林初九一脸疑惑 萧天耀绝不会无缘无故地叫住他 可萧天耀不说 他还能去馋 林初九什么也没有说 转身继续往外走 可走到一半 萧天耀又开口了 以后 凡事小心一些 军中也没有你想得那么安全 那样的秘密 也就是他看到了 要换作任何一个人 铁定会把林初九杀了 匹夫无罪 怀避其罪 不管是杀人夺宝 还是除去异类 林初九那样的能力 都不该存在 王爷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好像不明白 林初九在原地顿了片刻 才转身 这是东文大军驻扎之地 他身边全是萧天耀的亲信 他能有什么危险 莫不是他身边有敌国的奸细 被萧天耀拦了下来 不明白不要紧 日后仔细一些便是 萧天耀无意多说 去忙吧 哦 林初九越发的不明白了 不过 他这人 好奇心一向不重 见萧天耀不愿意说 他也就不问 萧天耀说的没有错 不管怎么样 以后仔细一些便是 王妃 林初九刚走出营帐 便被人叫住了 什么事 王妃 朱玉一派人来说 有要是运营商谈 金吴卫低垂着头说道 林初九眼眸微调 点头道 嗯 知道了 朱玉一这个时候找他 十有八九 与萧云治中毒的事有关 林初九没有迟疑 转身就朝商兵营走去 朱玉一这几天 一直住在商兵营 朱玉一身份不一样 伤得又重 在商兵营 有一个独立的帐篷 做事说话都极方便 林初九一进去 朱玉一就把其他人都打发走了 包括过来帮他忙的石大夫 看到朱玉一这般慎重 林初九眉头微醋 看样子 事情不简单呢 人一走 朱玉一就一脸严肃地对林初九道 王妃 打皇子的毒 你不能管 你查出什么了 朱玉一在林初九面前 一向是没皮没脸的老顽童 极少见他这般严肃 我只查出了大皇子体内的毒 大皇子应该是先中了热毒 后背高手用以毒攻毒的法子保了命 现在他体内有两种毒 一种制热 一种制寒 而不管哪一种 都是阴毒至极 不是寻常人能碰到的 我们最好别碰 朱玉一虽说得含糊 可凭林初九的精明 还是能猜到一些端倪 黄泉斗争 虽是反问 可却是肯定 朱玉一一脸慎重地点头 应该是 我猜大皇子应该知道自己的情况 要不然 薛元智也不会避到东门来 虽说领着黑甲卫十分疯广 可稍微了解中央帝国的人都明白 黑甲卫只听从帝王的命令 大皇子带着黑甲卫 也收服不了黑甲卫 嗯 你有办法把他的毒压下吗 涉及到中央帝国皇室之间的斗争 他们确实不宜插手 敌人的敌人 不一定能结盟 但敌人的同盟 绝对是敌人 给薛元智解了毒 就表示 他们站到薛元智这一边 与薛元智的对手为敌了 可事实上 他们与薛元智也是敌人 要是再得罪薛元智的对手 他们就尝了夹心饼干 两面都不是人 没有 朱鱼一的脑袋 立刻搭了下来了 我只认识这两种毒 但怎么解决不懂 这种皇家密毒 他能认出来 就已经是脱祖上的福了 许多人一辈子也不曾见过 如果我们压不下薛元智的毒 它极有可能会死 它倒是能压制 可最多只能压制一两天 再多就办不到了 那我想想办法 此事非同小可 朱鱼一也不敢掉以轻心 我也回去继续查一查 看看能不能找到法子 虽然对毒不了解 可总得尽一份心 而且只是压制的话 这事儿就好办多了 林初九与朱鱼一交换意见后 便起身离去 以免打扰朱鱼一休息 出来后 林初九并没有急着去看薛元智 而是在借着月色 在军营慢悠悠地走着 有些事 他需要想一想 需要一个相对安静 独立的环境 好好想一想薛元智的事 可是